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巧克力溶盐蛋糕 配方的来自一家东京的巧克力蛋糕专门店 四个全蛋搅拌过筛 无盐黄油和巧克力隔水融化 融化到80%的时候加入糖 充分溶解后再边搅拌边加入蛋液 快速搅拌让它充分卤化 倒入6寸的蛋糕模具 烤箱遇了180度 上下火热分模式15分钟 冷却后就OK了 冷藏一个晚上以后味道会像生巧一样 怎么样在家人面前露一声 只要简单几步就可以做这道大菜 酸辣味的烤牛肋排 牛肋排切对半 撕掉筋膜比较容易入味 腌料可以根据我的 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 最后放两勺皮线的豆板酱 注入灵魂 酱料均匀涂抹 包两层锡纸不要弄破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腌一个晚上 我赶时间就直接烤了 然后放入烤箱 上下火140度 放中层 慢烤三个小时 烤好的牛排去掉锡纸 再涂上烤酱和分泌 再进烤箱放上层 230度每面烤8分钟 非常的香 这样我们来做在家能做出来 最好吃的嫩牛滑蛋 牛里肌腻纹切片 放入视频所示的调料 抓它个一分钟 让牛肉吸饱水 再淋一些干辣油 锁住酱汁和水分 是这种比较干的状态 两个肢蛋加点盐打匀 又不用打太匀 中火热锅 小子底油 把牛肉煎到8分钟 不用洗锅 大陆半杯比较实的淀粉水 快沸腾的时候淋入鸡蛋 立马放上刚刚的牛肉 关火 稍微翻拌一下 葱花香油 盖饭或者直接吃都很好吃 今天做一个中餐厅同款的老鸭宝 同样也是作为浙江人的我 家乡的味道 从小吃到大 这个味道是流淌在血液里的 准备好老鸭火腿姜片 开中火 冷水炉锅 焯一下水 煮的时候撇掉浮沫 捞出里根 捞中大火 把鸭块炒上色 上色才可以激发出它的味道 放入灵魂的火腿片 手撕泡发好的色彩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花雕酒 升华一下它 酒精挥发后倒满水 放两块老冰糖提一下鲜 盖上盖 小火炖两个小时 不需要放盐 味道都来自于食材的本身 太鲜了 小时候的味道 做美食播主之半年 吃吃喝喝什么都好 就是要天天做清洁 还好有威们先生的懒人水 无需过水 配方也非常温和 搭配它的重油无清洁机 真的是我每天必备的两瓶 简单做个清口碑 今天我们用培根来调味 不需要放盐 中火热锅 有洋葱大蒜干辣椒黑胡椒 放入处理干净的清口碑 中火蒸上三分钟 倒入150毫升的白葡萄酒 大火煮开收汁 最后来点淡奶油 欧芹或者小葱收尾 鲜嫩多汁 又是惬意的一天 这应该是我入秋以后的 第一碗酸汤 其实呢 除了酸汤肥牛和酸汤鱼 还可以有酸汤海鲜锅 我们蒸火热锅 加入橄榄油 可以把部分的配料 煎至上色 取出备用 今天用的酸汤酱呢 味道非常惊艳 刚刚的锅不要洗 加入水和酸汤酱 煮沸 砂锅底部放上粉丝 然后加上刚刚的一些海鲜 倒入酸汤 大火再煮了一分钟 就这样一口海鲜 一口酸汤 真的非常的赞